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时候我们赢就在知识时间差 就像我们抓住独角兽的尾巴一飞冲天 有人说知识就是力量 我说知识的即时性就是隐形翅膀 各位策略家们准备好你们的翅膀吗 让我们在人生赛道的天际上一盏飞翔 拿起你的耳机 让我们这一趟精彩的冒险开始 蜜桃奇闻异事 你知道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个桥段 满足大家 帮大家疗愈一下 枯燥烈奇心理 或者是疲惫的生活 对夜生活 所以我们这个是Friday night 来玩吗 光是聊这些 在聊故事的时候 然后妈妈就说蜜桃你先不要知道太多 我说好光是聊一点 好来我先不破梗 来我的partner妈妈 嗨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播妈妈 你知道夏天快到了吗 对 所以特别准备了一集纳凉特辑 纳凉 不过放心 没有什么太可怕的部分 而且因为你们也听声音的听声音 看画面也看画面 也没有什么太可怕的部分 主要还是一个 会让人家稍微感觉有一点点凉快的故事 这样我听到这些 有点 惊惊 好 好OK 我们就说一个 之前在中国的网上很疯传一个故事 当地的网友把它称之为叫做左央事件 左央 好我先问你哦 假如说在5月12点的时候 我让你把所有的灯都关上 然后站在一个镜子面前 然后点上一个蜡烛 我不敢 你干嘛 我跟他没讲完 你干嘛 还有很多这种挑战型的故事 一般人像你像我像他都不敢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事件的主人公呢 就是要把这些所有要命的游戏 统统给试一遍的人 他一边做会一边给网友做直播 所以就是当时有很大部分的人都不相信这个游戏的真实性 觉得都是口耳相插 吓人用的 只是为了做噱头的游戏 是当时这个主人公在做完这些所有的游戏之后 后面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事情的起因是在大概05年的时候 在中国论坛社区是最火 就像我们的PTT PTT PTT 网络论坛 讨论区 那边像是豆瓣猫铺 有有有有 铁霸和天涯论坛 都是当时特别特别火的 这些社群就是活跃分子的聚集地啊 各种八卦传播的地方 所以那种新奇新鲜的事情都能在这个社区想看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左央 就是在天涯论坛上一个很活跃的ID号 本名不叫左央 它的暱称就叫左央 左央 他说左央平时就是很喜欢跟大家讨论各种的因应事件 定期和大家分享一些恐怖故事 到了后期的时候呢 他突发奇强 他觉得如果每天直接去分享一些别人的恐怖经历 就很没有意思 晚上疯传那么多招鬼的恐怖游戏 为什么我自己不试一下 我不知道他的勇气是哪里来的 哦 我没看 他就决定以身试法 在论坛上开通了一个直播帖 亲自体验各种恐怖游戏的故事 然后分享经验给大家 然后这个当时这个帖一发 那就是意识激起千层浪嘛 他这个决定就是吸引了很多很多网友的注意力 大家就是纷纷言说 他有人觉得他在骗流量啊 划众取冲啊 有些人说他就只是神经大条 胆子大一点 还有人说 左央他不会真的去做这个游戏 他就只是掏一个铁而已 有人都是这样质疑他 面对这种网友的质疑啊 他自己本身就站出来 我下面说的是他当时原铁内容哦 他说我敢玩并不说明我胆子有多大 而是我从小就有强烈的好奇心 我看到了不亲自做一下会很不舒服 比较流行的几种恐怖游戏 我大多都玩过 而且都是一个人进行的 需要几个人同事进行的都没有尝试过 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我做直播帖所说的事实均属事实 否则我可以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他当时发了一个什么算什么生命稿 我怎么觉得清热冷气开始变冷 我还没有记录 我真的开始变冷了 我还没有记录 highlight ok 还没记录highlight ok 他当时就是很严肃的发了一个生命稿 他今天的所作所为都是真实的 然后这下当然是帖子就炸开了嘛 很多支持他的网友就开始就是劝他 说算了算了 你不要这么认真 大家都比他怂 注意身体安全第一啊 就是怕他真的出事嘛 那个不小心玩火上升 他就是有点被击到 就是下定了决心 他真的开始一件一件 做这些糟鬼的游戏 而且他把这些游戏的情况 做成直播帖的方式 就是全程分享给网友 他做的第一个游戏就是 刚刚本来要问你 但是你很快就说不改的那个游戏 晚上十二点 对 他说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游戏 是在很早之前 他说在晚上十二点的时候 关灯 然后站在镜子前 点上一根蜡烛 开始烧苹果 就可以看到前世的自己 是这个当时故事流传的版本 他那天晚上就是特别兴奋 早早就做好了准备 他居然特别兴奋 他真的是 你说这是可以看到你下半辈子吗 前世自己长什么样子 是你可能看那只狗 突然他爸走走走走走 走进来 吓死了这样子 他很早就做好了准备 里面镜子 一根蜡烛 水果刀 很苹果 静静的 很期待了 等到十二点的到来 当时主张的心情 确实是有一点发毛啦 十二点钟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拿着水果刀削苹果 削苹果的时候 主要他的手就一直抖 可是一颗苹果削完了之后 没有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他也不甘心 然后他又削了一个苹果 结果也是 结果把一打的苹果都削完 怎么知道他削了五六个苹果 像是削蜜桃 对 最后都不事发生 他因为困得不行 他就去睡觉了 早上他起床的时候 苹果不见 妈妈叫他起床 看到满地的苹果皮 礼盒桌上的什么蜡烛啦 什么之类的 他说他把他妈妈吓人跳 他以为他是不是有梦游的症状 他想带他去看一身 他也不敢跟他妈妈说 他自己在做招鬼游戏 所以他就说 真是没有啊 那类的什么 弹射过去 第一个游戏就这么结束了 结果就是 让很多充满期待的网友都很失望 说不定有出现 只是他没看到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因为很多这东西是靠 缘分 靠磁场 但是左央他自己说 他觉得没有什么好奇怪 因为事情就是这样 如果真的第一次做 就有什么 就发生什么 他自己也觉得不相信 就真的越来越像造假的 他就再次声明说 自己的做的东西 真的都是真的 第二个游戏 他就接着开始做啦 第二个游戏的规则是 在午夜时分的时候 拿上一碗蒸熟的白米饭 白米饭上插上三支箱 就是焦味饭嘛 放在一个十字路口 这个十字路口就是 选择越黑暗的地方越好 尽量都不要有路灯 最好是没有人经过的 硬悄悄的等这三支箱烧完 再把这个饭吃下去 因为这个时候饭中 已经就是注满了 游魂的誓音之气 所以你很快就可以 打开阴阳眼 进入灵界 看到一些平时 看不到的东西 这是这个故事的 糟糕故事 我真的起鸡皮疙瘩呢 还没 好有画面哦 怎么办 是不是 你看那个他旁边也笑得 他就是大喊 这有什么 我们要走暖光路线了吧 我们今天就没有把灯关掉 讲这个故事这样子 这是这个故事的 招鬼方式嘛 左央呢 他在做这个游戏的时候就表示 整个游戏的过程中有好几次 他都被吓得准备放弃这个游戏 因为他选的一个地方是 真的是特别黑的十字路口 根本没有人会经过 他是那种山间小路 他说他感到害怕是因为 周围真的一片漆黑 因为刚刚我不是说 尽量不要有路灯吗 他是真的在一个很暗的地方 你自己想你走在一个很暗的地方 不管你们要做什么 本来就很害怕啊 所以从他家走到这个漆黑的十字路口 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就是这十几分钟 他就是无数次走的 就说哎呀不算了 不行不行 我答应网友了 好辛苦 他真的那时候有点很害怕 不过最后他还是坚持完成了这个游戏 他说整个游戏过程中最有难度的地方 就是吃那碗饭 他说因为那个饭已经混着那个 香灰 香灰下来 他说真的很难吃 而且也不好吞 他还是坚持把那碗 混着香灰的饭吃完 好不容易吃完 然后他就开始左顾右看 左顾右看 结果什么也没看到 看到他妈妈 这样子看着他 他就说你在干嘛 于是他在原地待了一段时间 他就回家了 可是他自己说啦 他回去的这个路上 他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 他还记得刚刚他说 他从他家里走过来才十几分钟嘛 对 他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家里 他说他清楚的记得 从家到这个地方也不过就十几分钟的路程 他说难不成 他真的中间走到了什么地方 因为民间流传这种说法 就是他很可能就是 那段时间鬼打墙 对很可能就是鬼打墙了 他会一直走不出去 不过科学上对鬼打墙的解释是说 因为有时候路段会出现一些迷惑性的标志物 这个标志物在夜间的时候 反而会让人家看不清楚 OK 对会有人在转弯 他精神恍惚了啦 对他可能 然后走错路了 这个心理的暗示可能也让他有点害怕 所以他就是在那个地方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回家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件事 不过他还是用比较科学的方法 后面直播的时候告诉网友 可能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那时候可能才转错弯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他之后呢又做了召唤血腥玛丽的游戏 就是你只要在半夜十二点的时候 独自一个人在一间有静止的浴室里面 点一根蜡烛放在你的镜子中间 把镜子擦干净 对着镜子叫两声血腥玛丽 因为它是国外游戏 所以他就说就是blade the money blade the money 就是叫两声 他这个时候血腥玛丽就会出现在镜子里面 他会答应你所有的要求 但是你也要就是答应他一个要求 他说据我的搜查是说 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 他要你帮他做的要求是什么 因为他说很多人就是玩了这个游戏之后 就开始发疯 当然很多人有说有可能是心理暗示的部分 因为这种东西 crazy 那个压迫到那个压力相反 其实很多招伙游戏整个做的过程 就很像是一种心理暗示 然后他当时也做了这个游戏 其实也没有什么任何事情发生 接下来呢 他就告诉大家说 在下个月月圆的时候 才可以进行一个游戏 就是找一条背光的小巷子 背光的小巷子就是你在那边 你可以拉出一个很长影子的小巷子 然后你一个人要面对你的影子 慢慢向前走 就是你要面对你的影子 然后就是跟着你的影子走 他每走一步的时候 他喊一次自己的影子 所以你走一步就 蜜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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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桃子就抛出来 据说呢 你走到第13步的时候 地上的影子就会变成两个 然后另一个就是被你召来的鬼 这个鬼会帮你完成一件事情 但是他也会要求你去做一件事情 不过因为他说这个游戏要等到 他当时的下个月的月圆之夜 才可以进行 所以他在做这个游戏之前呢 他就先做了 也是很红的游戏 叫做四角游戏 四角 对 这个游戏就是需要四个人 你要找一个长方形的空房间 关掉所有的灯 四个人分别站在这房间内的四个墙角 这个最近的韩剧很红 对 韩剧很红 对 好恐怖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真的 鸡皮疙瘩 对 每个人都要面向墙壁 戏开始的时候 其中一个人要沿着墙壁走到另一个长角里 拍一下这个在角落里的肩膀 被拍的人肩膀就要再走到下一个长角里 然后方向的时候 大家开始说好就行 你看你要逆时钟顺时钟都可以 这个游戏里就是总会有一个角落里没有人嘛 因为你想想四个人 四个角三个人玩 四个人玩 四个角三 四个人玩 为什么会有一个没有角 因为你看你的A走到B的时候 A是不是就空了 A走到B 对对 所以这个游戏里总会有一个角落是没有人的嘛 因为大家都会在行进的路上 对对对 所以当谁走到没有人角落的时候 就是你看你A走到B 然后B去拍C C去拍D 那D要走到A的时候 是不是 那个是空的 那你就是空的 对 当走到空的时候你就要咳嗽一声 然后你要继续走到下一个长角 对 就是我现在走到A了 然后我就咳嗽一声 然后我再走到B的位置 去拍那个人 然后就是这样一次次的累推 据说这个游戏玩到最后 你会发现没有人咳嗽了 就是说明每个角落里都有人 而且还会多出一个人在不停的转圈圈 就是会没有人咳嗽了 就是你永远永远无止境的拍下去 就多一个人哦 对啊 你能理解吗 就是有一个人会一直在行进的路上 有一个人在行进的路 来来来来 我就知道会有这种时候 就是我本来就是准备了一张图 不过因为这张图当时我在印的时候啊 就是发现了一点小小的意外 就是它印的不是很清楚 我没有关系 意外又有多一个人 你自己看我看我们从一走到二 走到二 一是不是就空了 一是空的 二的人就会走向三嘛 二走到三 原本一的人就会在二 然后三的人就会走向四 在这里 对然后四的人就会走向一 走到一 但是一没有人嘛 所以四会咳嗽一声 他就会继续走向二 走到二 再拍 然后再走走走 对对对对 就等于说二是空位了嘛 对 然后就会以此类推嘛 对 最后就会有一个人就是 你就发现就没有咳嗽 你知道吗 你说有一个人一直在走 就是每一个人都会一直在走 反正就是没有空位了 对没有空位了 那剁出来的那一个是 那你觉得会是什么呢 啊 啊 我们这集是要在7月的时候再播吗 我的天啊 对一切就是看我的进度怎么 怎么规划这样子 这个镜头有办法拍到 我的天啊 这就是这个游戏 他最终会 如果成功的话 最终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当时就叫上来自己的三个朋友 他分别叫做老六小风跟牛子 当天晚上他们下班就聚在一起 就先喝了一点酒 你也知道男人在做这种事情之前 就是要住胆 然后就去了老六的家里 因为他家有一个刚好类似的房间 可以玩这个游戏 当时他们的站位 四个角落分别 就从一二三四这样 老六左央小风牛子 刚开始他们几个还嘻嘻哈哈了 但是等到灯一关上的时候 气氛就瞬间就有了 大家就不再说话 然后就很认真的在玩这个游戏 然后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原因 就是游戏过程显得十分压抑 你也知道这个过程 就是没有人讲话 谁能合授嘛 安静 然后晚上 大概转了二十分钟的时候 小风就先一声尖叫 然后吓得老六 就是赶紧打开灯 然后这一开灯呢 不要紧原本 应该要多出来一个人的游戏 他们就少了一个人 就是他另一个好朋友 牛子不见了 他就想说哇 牛子去哪里了 这时候门突然开了 因为他就 因为他晚上啤酒喝多 所以他就开门出去上厕所了 没事没事 对 所以他就被他们一顿胖揍 然后游戏也到这里就解释了 左央本人并不是很开心 因为这是他头一次 和朋友玩这么多人的游戏 我被他这个好朋友一个缴获 是他和老六和小风 商量他要再玩一次 就不带那个乱出门的那个朋友 还变成三个人玩 当然这是要四个人的游戏嘛 所以他们又抓了一个 小风的女同事 这个女同事平时就很大大咧咧 一个女汉子 就不会怕这种东西 应该是可以跟他们玩下去的 然后三个人在征求了 这个女孩子的同意之后呢 就准备开始了游戏 他说这次的游戏 就是有狠狠地给左央一个教训 上次游戏失败 这次呢 他主要求大家要玩得更专业一点 认真一点 所以这次的游戏 要在晚上12点准时开始进行 上位还是一次 一次就是左央女孩 老六和小风这样站四个角 那游戏就开始了 这次有一个女同事在 所以大家就没有嘻嘻哈哈嘛 都是很严肃地在进行游戏 进行的是多分钟的时候 女孩子有一个尖叫 当时把小风 就是把其他人都吓得坐在地上 然后因为左央当时离灯是最近的 所以他马上打开灯 然后看一下那个女生 然后那个女生就突然就是冲过来 就是抓着那个左央的衣服 而且是紧紧抓着他的衣服 就是要把他扯烂那种 就说我要走 我要走 而且抓着他的手也没有松过 就一直抓着他说我要走我要走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他们三个男生就赶快结束了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应该到后面 如果你要像你别先你要请他来 要请他走一样 所以应该还是有一个 仪式 仪式 但是他就没有过多描写 就带了这个女孩到最近的医院 然后跟医生说 女孩可能被什么东西给吓着 因为他不敢老实说 但是他没有说他们在玩这个游戏 然后医生就一脸一脸疑惑地看着他们 就是给这个女孩子开了一点镇定计 打了镇定计之后呢 就很快地睡过去 然后他们三个就一直守着这个女生到天亮 等到女生醒了之后呢 大家都想问说 诶 别人到底看到了什么 发生什么事 但是因为是女孩子嘛 又不太敢问 所以就是又把她吓到这样 没有多问就送她回家 但是女孩子就是后来醒了之后 精神就比较好 然后说非常对不起 因为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就是昨天晚上让她走到 本来应该没有人的那个角落的时候 她感觉到那个角落有个人 站在那里 她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当时她就是也不敢过去拍她 你可能会感受到你前面的站个人 这个站个人这样子 当时她就是因为害怕到了极点 她才叫出声 所以这次的游戏就是 这个女孩子的尖叫就结束了 Oh my god 对 好恐怖 对 超恐怖 这个都有画面 这个是 左扬她玩所有游戏里面以来 第一次 感觉她好像有成功的一个状态 从这一次开始 对 接下来就是 最后的部分就是 把这整件事情推向高潮的事 就是说好 我们不是把说好 税远要做那个满月游戏嘛 对 就是会按时和大家 沟通发布事情进展的左扬 反正那个游戏之后 她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你说玩那个视角游戏 不是不是不是 还记得吗 刚刚不是有说要 对对对对 然后 那网友就开始猜测说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就是在整个事情过去的 三年零八个月的时候 这个ID又再次上线 就左扬 她上线她就一改往日的风格 然后她就说话就特别像是 醒悟了一样 我下面说的是她当时发的原帖 她就说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都想问我 这段时间为什么没有再出现过 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在过去这段时间里 在我身上的确发生了一些事情 让我对这个ID感到深深的恐惧 接连着我的生活也出现了一些变故 我们家有着 不多 但是也绝对不少的财产 有着一家还不错的公司 但是之后我一无所有 等一下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我一直在那个 你还好吗 隔吗 对 为啥吗 好怪 突然讲到这个 讲到后面 叮叮 镀影中断 原本都讲得很顺 你也给我怕 真的 而且是我自己控制不了 好 好 回来 OK 没事了 好 那我就再念一下 就是刚说 我们家有着不多也不少的财产 有着一家还不错的公司 但是之后我一无所有 直到最近生活才有了一点点起色 如果现在还有人问我 这些事情你是不是真的做过 我可以告诉你是真的 我真的全部都做过 我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对于生命和灵魂的事情 你可以选择永远不要相信 但是永远不要去亵渎和不尊重 这是他回味三年之后 出现之后贴上那一段原话 然后所以之后 关于这三年里发生了什么 他就没有再过多的说明 不过呢 后面有一个左央的朋友 他发帖子告诉大家 他说在这三年中呢 有一次他跟左央见面 他发现左央的左手手腕上 有一个月牙形状的伤疤 他就问他说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说他有一段时间 会经常什么也看不到 什么也听不见 他说这种看不见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瞎子 是他突然间走着走着 会进入到一个 只有他自己的空间 他说有一次他过马路 他看马路上一辆车 和一个人也没有 而且非常非常的安静 于是什么都没有想 他就直直的朝那个马路走过去了 就是一半的过马路 可是当他走到马路中间的时候 突然被一个出现在 眼前的中年妇女狠狠的拽过来 然后接着一辆车 就是贴着他的屁股开过去 然后接下来各种吵杂的人群的声音 就是刚刚不见的一切 全部都突然出现 他手上的那个月牙形的伤疤 就是那个时候 那个婆婆当时拽他的时候 支架留下来的印记 他说他当年婆婆以为他是要巡视 所以他才使出就是吃奶力气 把他拽过来 而且他就还抱了几笼 他说从这之后 他就对过马路产生了阴影 这个就是很像那个台湾长的那个叫什么 抓交替你知道吗 因为他那段时间 他是什么都没有感受到外界的状况 然后他就过了那个马路 然后另一件事情是关于钱的事情 关注过左洋的人都知道 他家就是他刚好说 他有不多也不少的财长 因为他家里有开一个小公司 他也在那个是 就是他之前的帖子有提过 公司虽然不大 但经营的还不错 这么多年一直利润都不少 后来公司就开始走了下坡 许多的订单无缘无故 就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被取消 或者是赶不完 然后就赔偿 然后一次 左洋的好朋友他上门借钱 但是他心烦气躁 跟他的朋友大吵架 真职中朋友就把办公室的垃圾桶一脚踢翻 看了一眼 忍忍的就跟左洋说 你不想借钱也不用这样子吧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下散烂 然后他低头一看 原来那个垃圾桶里面散落的 废纸有十几张 至少都是楼层球的百元大钞 就是他把钱楼成就像废纸这样楼层层丢在垃圾桶里面 他说他已经不知道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丢了多少钱 都以为是废纸这样子 所以呢 主要的事件呢 全部的经过 大概就是到这里就算是结束了 那之后还有很多人冒充他站出来说 在这三年里他遇到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啊 不过就没有人在相信了 我真的 那心情不是晚上十二点打什么 十个零哦 对什么十什么 一三还是什么 什么什么零一零 然后可以打到什么地狱 然后还有什么蝶仙 对 然后心情在那时候学生时期 其实很多人真的是入魔了 对对对 就是那时候学生时期 好像班正常都会有一班 或是一群人玩过蝶仙 对就是有一个男生或是一个女生 特别的敢 然后就是要挑战 然后什么开启阴阳眼 什么柳枝什么东西碰水 什么七七四十九天碰水 对对对对 这种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在玩和闹的 对对对对 你们那个国家有这些的传说吗 也都有 然后你知道公司是创意公司吗 所以本来想说七月了 什么都要玩一些哭手的东西 就玩一些东西然后蹭蹭流量 所以那时候公司旁边有一个徒弟公庙 然后因为我本来是要让整个公司行销厅 自己去发挥 就是玩的是晚上十二点 可能办公室可能出了一点变化 你说又是什么监视器的视角 对监视器可能什么东西就开始移动 对我说可是玩之前去问一下 因为毕竟在七月嘛 对而且在公司怎么样 我是比较相信这种东西的 然后虽然要玩创意啊 对我说你去拔杯 然后去土地公拔一下 他们做拔酸子都拔不过 不通过啦 都没有拔到那个同意过吗 对对土地公不赞成 我们玩这类型的事情 同仁回来回报的时候 我就说好OK知道 从今天以后不讨论 对对对对 已经很明显在民視说 哎我真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说很多电影啊 多重宇宙嘛 对 真的我们周遭中出现太多的妙事了 妙事我觉得有神就会有灵魂嘛 对 对啊 所以真的还是要尊重他们 对对对 这一次虽然是听听左央的一些趣味故事 大家也蛮多人 有这些的特殊经历啦 我觉得这些就参考听听 然后我们也应为借 就是有些东西 零可信其有 对不可信其无 也不要去说什么话 也不要去亵渎他们 相信不相信也可以 但是就是和平peace的存在就好了 对 好沐鱼 好功德 功德功德功德 今天那个蜜桃漫漫奇异故事 纳梁特辑就到这里啦 哈喽谢谢大家拜拜